今晚Smithy將會找來Gordon和他的好兄弟Cotton上來 為第一時裝店戴對決一決高下 嘩好難回答 會不會得罪那些人 他的褲子要是UNICOL買的 OMG 他們要在Smithy悉心炮製的三個回合 挑選一間時裝店成為香港第一 你這個成狗樣歪法 我們很難換卷 最後他們竟然發現三個人都穿同一款內褲 大家今天是否穿UNICOL的內褲 我是 你是嗎 喂UNICOL 三個人都穿UNICOL的內褲 究竟發生什麼事 搞得要內褲嫌親 立刻開始 在九龍灣工業區的100呎拖房 It's The Smithy Show 掌聲歡迎你的主持人 Smithy 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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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he Smithy Show 大家好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Smithy 多謝 又來到大家最喜歡的The Smithy Show 天時暑夜 大家出街都一定會逛商場 逛商場都會買東西 買東西就一定會買衣服 香港那麼多間時裝店 我應該是哪家買衣服呢 所以Smithy這次為大家做了一個 香港第一時裝店大對決 找來兩大的時裝巨頭 H&M和UNICOL決戰 誰才是NO.1時裝店 而且我們這次還找來兩個非常有份量的嘉賓 拍片又厲害 開店買衣服又厲害 找他們非常厲害 大家開始 這次的Smithy大對決 我們找來歷史由九度第一的H&M 大戰粉絲數量第一的UNICOL 究竟誰是1of the 1 Best of the best 我們先請評判進場 今天我們邀請了兩個 拍片又厲害 Fashion的又厲害的Youtuber 作為評判 第一個 你除了自己的頻道之外 還搞了自己的Fashion Label 有請Gordon Hello 你好 你好 我要坐這邊 在門樓聽到 我已經太醜了 因為好像被人這樣稱讚 這樣一定要的 即是嘉賓我第一次先贊 之後就不贊 我輕鬆一點當朋友聊天 開心一點 第二個嘉賓 這個嘉賓 他真的一生都跟Fashion很有緣 因為他的名字 已經叫Cotton的Cotton 這是什麼介紹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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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自己頒獎 頒獎嘉賓 今天我們是做香港第一時裝店大對決 我們選了H&M和UNICOL 首先你們覺得這兩個的時裝店 誰會是你心目中的第一名呢 嘩好難回答 會不會得罪了那些人 各位廠商 我們純粹是因為 Skip這樣問我們才會 還有他給了答案給我們 說真的 我很怕這一集是找不到嘉賓的 因為我怕你們怕會得罪 其實我們說一下 應該不會 其實我不怕 他們明白 我先說 你先說 因為其實我 我分時短 我以前比較 我都知道你說不怕 大家兩個都搭 救了你 不不不 以前不是說很多錢用的時候 我會喜歡H&M多一點 因為H&M便宜一點 而且他的衣服是潮牌一點 看起來是有一點 copy潮牌 嘩 不 我先說 他的設計是比較像潮牌 即Streetwear 但現在的我會選擇UNICOL 因為我覺得他的衣服比較好 對 你不想說 你不想說 因為我覺得UNICOL的質感 好像比較適合我的皮膚 OK 但以款式來說 我想各有各好 我都答對了 公正 公正 到你了 世紀難題 No.1 其實我自己心裡有答案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穿一些 可能文青一點 而H&M的東西是比較歐美一點 我穿過之後 我自己可能會偏向UNICOL 而且UNICOL好像真的是 割真的 不是 純粹我買到那件 是剛好比H&M好一點 你意思是UNICOL的質感 還是優勝於H&M的 我覺得H&M本身也很優秀 但是UNICOL更加厲害 OK 即是UNICOL在這裡 H&M在你意思是 是嗎 很難比較 這樣 對 差不多 OK 所以只差一點而已 對 不過也好看個人口味 都要繞一繞的 我們待會有三個回合 真的不關Brand的 純粹是看影片 去決定哪一個贏 你沒有偏迫的 我沒有 我非常忠恨的 那你自己呢 我自己? 你自己 你還我你都沒有回答 他這條褲似是 UNICOL買的 嘩 你這麼厲害 你真是UNICOL 那才有偏迫 不 那你試試吧 不要說 我也有很多H&M買的東西 而且為了這條片 我買了H&M的衣服 原本你不是為了這條片 你是不會接賣的 哈哈 即是你不會買的 不是不是 OH MY GOD 我可以Friendly一點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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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開始第一回合 好 開始了 對他的分析如下 製作組 即是我 會就H&M和UNICOL 在三個回合分別進行資料搜集 他們分別是員工度 本色度 以及特別度 再由評審員投票 票數最多的時裝店將會獲勝 香港第一時裝店大對決 對決 開始 第一回合 員工度大對決 作為一間時裝店 員工的質素 是會直接影響客人對店舖的觀感 究竟在H&M和UNICOL之間 哪間的員工質素是最高呢 先來H&M代表 沒有人行的店舖 找不到的員工 近年來H&M和香港的版圖越縮越小 近年來H&M和香港的版圖越縮越小 在不足兩年間已經有九間分析商計倒閉 即使還在開的 進去的顧客都寧寧可數 而每間店舖的員工數量 就更是寧寧寧寧寧可數 以H&M九龍灣的分店為例 我們在星期五下午觀察 全店的員工數量就只有五個人 即使你看對款 想找有沒有適合自己的碼 麻煩 你沒可能找到 你真的沒人找到 在這裡你絕對不會聽到 隨便低隨便選 以及看看哪款可以介紹 相反 你可以體驗到 優美最流行的無人商店概念 最少的無人Serve你商店 唯有H&M 來到UNICOL UNICOL的員工道代表 比美淡仔仔仔的UNICOL妹妹 好的員工不單止令客人開心 還可以做鋪桌的生蕉牌 就好像淡仔姐姐 選美閒鬍唱歌一樣可以 UNICOL也不例外 UNICOL的這班UNICOL妹妹 是由一班年輕可愛的員工組成 她們穿著一身日本的打扮 每次進去 你都可以看到她們很斯文 很有禮貌地為客人恩勤工作 不知道有沒有令你想起初戀的感覺 Oh My God 你知不知道你在拍 對 我不知道 你的癡漢在泡妝部 你布置挺漂亮 Oh My God 有龍彎分點 OK 自己應做 第一回合開始判決 哪一間店的員工道是第一呢 OK 影片就看完了 你已經有答案了 我就是 這麼快 你沒有員工 很難認真 因為UNICOL是彈日本風格 所以它是所有東西都要 服務 你進去已經有人去鞠躬 有鞠躬嗎 好像 好像誇張了 是啊 這麼誇張 第一回合 H&N沒有人行的店舖找不到的員工 大戰UNICOL 氣味淡仔姐姐的UNICOL妹妹 3 2 1 很明顯 這次員工道 我選的員工是 UNICOLU UNICOLU 好 接著到Cotton Cotton你會選哪一個 我會選 就是 你扒 都要拉扯眼 我也是有機會平手 還要繼續做 UNICOLU 判決結果 H&M零票 UNICOL兩票 你們各自都說一下 為什麼你們會選UNICOL 是因為那些妹妹 其實不關妹妹的事 就算沒有換到兒子 我都會選UNICOL的 因為我覺得 始終例如我選這件衣服 有沒有大碼 或者沒有什麼碼 我一定要有個人 立刻過來幫到我 UNICOLU 就是可以立刻 好多妹妹 可以讓你問 我都是好多妹妹 妹妹 這是重點 H&M 可能有些人會喜歡 沒有人煩她 但我個人 我是喜歡人煩我 不過是要妹妹 你呢 我覺得UNICOL 這麼多員工之下 你不用怕 不夠人手 覺得服務好一點 還有 多點東西看 除了很多 衣服 多點東西看 多點 好多不人 人生白態 人生白態 你可以看不到 究竟他們員工之間 是怎樣相處 原來有些女生長頭髮 有些女生短頭髮 有些男生短頭髮 你可以看不到 H&M 你看不到 H&M 因為我比較少 去跌跌 因為我太型 我自己是 可能未必 carry到 H&M 我問太型 是啊 我問太型 我問太型 我想這麼厲害 H&M太型 H&M太型 去到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就是 本色度大對決 好啊 好期待 來吧 第二回合 本色度大對決 要成為全港第一的時裝店 衣服的款式 當然要夠多元化 先來H&M款式度代表 搏到飛丁 都絕對OK的純白T-shirt 說到H&M的白T 相信都是不少男生的集體回憶 在店裡見到 只是49.9 以為這麼划算 回到家 滿心歡喜 穿到上身才發現 衣服沒有遮掩 因為重點 原來是你那兩粒點點 你那兩粒點點 是會這樣 健康質料太薄 穿到上身除了會飛丁 還有兩粒物體衣 若隱若現 搞成這樣 還怎會穿到旺角 和那些人威 但這件T-shirt是沒有罪的 為了拯救每件被遺棄的H&M白T 製作了第二頂了一個廣告 希望為每一件飛丁的白T 尋找他們的第二人生 在H&M買了一件飛丁的T-shirt 穿不到外出 Smithy幫到你 而家的燈太光 和你一半一起沒有情調 一件飛丁的T 馬上變得sweet 吃薯條太油膩 怕弄髒手指 一件飛丁的T 即變隔油紙 覺得世界太黑暗 不想面目看得那麼清楚 一件飛丁的T 世界從此光明一點 立即上H&M.com 網上訂購吧 來到UNICO的款式度代表 一件白T 都九十幾個不同款的銷售方式 是真的 說到UNICO 不少人都忠誠於他們的正式T-shirt 貪他平靚正CP值高 但是你又說不說得出 究竟你喜歡他哪款的正式T-shirt 假設你現在打開電腦 想UNICO官網 想找一件合心的白T 你會發現 你會找到懷疑人生 因為只要你在search bar search 白色T-shirt 你可以找到的款式 分別有 寬鬆口袋圓領T DryX圓領T DryX速光圓領T Dry色彩圓領T Dry色彩V領T U圓領T ARISON面質圓領T UARISON面質寬鬆圓領T 寬鬆圓領T UNICRO SINTHERRY V領T 加加盟賣 總共有18款T 究竟他們有什麼分別 沒有人知道 可能員工都沒有人知道 而更恐怖的是 即使是同LINE同名同色T-shirt UNICRO官網 都有最多三個不同的號碼款式 同時發售 就著這件事 我們在官網的線上客服查詢 得出的結果 不同款號 是代表不同的番貨季節 原來UNICRO的T-shirt 跟紅酒一樣 都是這麼廣告出產年份的 為了方便這班 廣告年份和產地的白T愛好者 我們搞了一個 UNICRO的Tea Tasting大會 讓各位 可以更加了解到 不同年份出產的白T 有什麼分別 歡迎來到 UNICRO白T Tea Tea Tasting的大會 今天為你準備了三款 UNICRO DRY圓領系列的白T 讓大家去品嘗一下 先來第一款 這款是433025的款式 它的產地是來自中國 而它的年份是2021年 適合一些喜歡有少少年份 但同一時間 那個產地是距離自己近一點的觀眾 來到第二款 這款是441596款 這款T-shirt 坦地是來自印尼的 所以如果國是喜歡一些 陽光味重一點 東南亞風味濃一點的白T的話 相信這款是非常適合你的 到最後一款 這款是444997款 這款同樣是來自中國 但它出產年份是2022年 所以如果一些比較喜歡新鮮 或者Eardy味重一點的朋友 如果有的話相信這款T-shirt 都會適合你 希望這三款T-shirt 有一款可以設計給你 第二回合開始判決 哪一間店舖的款式度 是第一呢 真想還是假的 我開始已經看不穿你們了 因為呢 你的性感的東西 我們很難換決 我整個腦袋已經是 不過是事實 因為都真的會被敵 應該這樣說 其實為何會搏 是因為它想 你穿起來就舒服一點 還有它可能有時候 它不只是要你穿一件 做個底 對 做個底 或者多些內容 我是H&M 後面應該要找我幫忙 對 那是不是有心趣才能 有 聽你剛剛說完 我覺得原來H&M 是這麼多智慧在後面 是 我覺得是立刻 那你這次要選 對 第二回合 H&M 薄到非釘 都絕對OK的純白T-shirt 大戰UNIQLO 一件白T 都有九十幾款的銷售方式 3 2 1 剛剛Smith 都說了 我自己 我覺得是Smith 覺得是對的 但是 我自己 Gordon 也同樣給你 OK OK 不用想了 又是UNIQLO UNIQLO 判決結果 H&M 0票 UNIQLO 2票 為什麼呢 雖然UNIQLO它很多款式 但起碼它有得選 H&M只有一款選 而且它那款是永遠飛釘的 可能不是 不過每款都飛釘 不是 我以前是穿過的 它洗幾次之後 它就會更加 有一點點 不是 它的質地會 好像紅酒那樣 會飛釘 對 會飛釘 OK 大家明白你的意思 衣服不夠挺 質地不夠挺 對 而且UNIQLO 那些卡牌是你雖然可以穿衣服 或者是不穿衣服 但H&M你不穿衣服 你會成為叔叔 阿叔有問題 有些人喜歡阿叔封 但我們年輕 剛好不關你的事 對 剛好不合 所以我會選擇一些質地好一點 和多一點選擇的UNIQLO Coton 你選擇H&M 你解釋一下 如果我要撐 我也不知道怎麼撐 嘗嘗 嘗 嘗 很難 為什麼我會選UNIQLO 因為我本身也有買UNIQLO的T恤 我特別是很喜歡它有 那些AirSim系列 因為AirSim系列是比較快乾的 夏天出了汗 其實AirSim會快點乾 那你AirSim啊 嘩 你現在才說 你不說5分針說 我講了這麼多次 你聽說AirSim 什麼事啊大哥 他三台啊 AirSim 你不如針說 我可不可以剪出來再說 因為你也知道有AirSim這個 這條線 他會比較容易乾 穿上去是很絲質的 很滑身的 我的第三個都是AirSim 所以完全理解 你也是 我也是 我會買 底褲呢 我也是啊 你也是 等等 你穿什麼尺寸 M 還是S 我X 你贏了 我想說尺寸是根據腰圍的 不是你腰圍的 你腰是 你未必知道 我想說底褲真的蠻好穿 真心 我每次都是滑滑滑滑的 滑滑滑的 我想說你說完之後 可能你們兩個就有AirSim的贊助 底褲 底褲 底褲很難出泡 很難拍 但不排除 有其他的可以找我們 謝謝 好 那我們到第三回合 就是這個特別道的大對決 看看兩個哪一個是特別的 OK 那我們就開始了 第三回合 特別道大對決 要爭奪香港第一時裝店的殊榮 去到最後 當然要鬥特別 先來H&M特別道代表 特別管理不到 這樣都有賣的貨品 作為一間時裝店 有沒有很多三副鞋物賣 當然很正常 但H&M 絕對不至於此 走入H&M的店舖 你還會發現很多不同類型的貨品有售 種類之多簡直有如一間H&M雜貨店 它們包括有 耳環 指甲貼 指甲油 鎖匙扣 還有貼紙 水瓶 連飯盒和Airboard Chase都可以賣 貨品種類之多 足以和你家樓下那間日本城一較高下 我都不知道 所以 開心Shop 盡在H&M H&M 你都沒有 來到UNIQLO UNIQLO特別道代表 特別不找TOOTOOT的KOL宣傳方式 作為一個target年輕人的時裝店 UNIQLO近年都花不少心力經營社交媒體 無論是拍Reels 開Live 可以去一拍公司 我是我 它們通通都有做 不單止是它們自己的帳戶 每次有新產品的推出 UNIQLO都會找來不同的KOL 到廣告做宣傳 隨手一找 已經有米子 Mario & Momo MM Chucky 至當真Lokta 還有今天都在這裡的Gordon 我自己都不知道 你找到KOL 但是為什麼 你們找了這麼多KOL 都竟然 不找Smithy 是啊 你都沒有 我們這麼知道Arison 我知道你聽到 小心 名字都還沒說得好 是不是它有什麼做得還不夠好 我會改的 UNIQLO的Marketing朋友 我知道你在看的 下次有新產品 記住要預約我 第三回合開始判決 哪一間店的特別度是第一呢 首先我想問一下 UNIQLO沒有找過你的 UNIQLO好像沒有 但他應該有寄東西給你的 他有寄 但是沒有找我去 可能出一些 出Post 出Post 那些 不要緊 這條影片之後有底褲 不要找我拍底褲 我怕嚇壞大家 你明白嗎 就是 太批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第三回合 H&M特別管理不到 這樣都有賣的貨品 大戰UNIQLO 特別不找Smithy的KOL宣傳方式 3 2 1 這次是H&M的我選 不行啊 我覺得一個節目 我一定要跟你有些不同的選擇 你抽吧 你抽到誰說誰好嗎 可以 命運的套牌 判決結果 H&M兩票 UNIQLO零票 因為我之前去的時候 他已經有些特別的東西 就是鞋子 想不到現在連那些什麼 Airport Case 我完全想不到這些東西 是真的變成一個多元化的時裝品牌 是 什麼都有 結論 就是 H&M真的有很多東西選 所以真的特別一點 我自己本身也是選H&M的 因為剛才看到H&M的鞋子 還有什麼Simson 很快的看起來 如果是追求真的與別不同的東西 我覺得H&M是找到你想要的東西 其實你們去UNIQLO的時候 你選擇三 會不會很多人認得你 我試過 我跟女朋友去UNIQLO 我去UNIQLO的一個目的就是買內褲 你真的很喜歡內褲 我看到他們有些對講機 我問 喂 他跟你們買內褲 哈哈哈哈 然後 很尷尬 我看到他們在討論 然後在笑 然後在想 哎呀死了 我覺得 買內褲好像被人說 因為我 偏向是 珈其 去賣給我 我經常都想買內褲 她都不讓我買 情侶怪癖 不是啊 因為我們家常常做事 很少洗衣 那你要買定可能十幾條 我覺得你 真的會贊助去內褲這條片出現 你買內褲已經買到 其中一家中一條分店 Corton買內褲那個 他已經記得了 喂不要丟纖外買內褲 等一下 大家今天是不是做UNIQLO的內褲 我是 我是 我看看是不是 我不要記得 你對呀 我對呀 我對呀 喂UNIQLO 三個UNIQLO的內褲 哈哈哈哈 你記20條給我吧 20條給我半周 我穿M碼的 我穿XL 我自己穿M碼 但這個點子都是比M大 哈哈哈哈 糟了我想問 他會不會真的記的 多謝Smith給我記的 哈哈哈哈 經過三輪對決 香港第一時裝店大對決 勝出的是 UNIQLO 恭喜了 不知道UNIQLO的PR 會不會禮上往來 sponsor我們三位的底褲呢 我們拭目以待 好 我們這個香港第一時裝店大對決 就已經原本結出了 勝出的就是 UNIQLO 可以說是大比數 2比1而已 都算大比數 都大比數 非常多謝你們兩個 做我們嘉賓 我希望禮上往來 可以幫你拘捕底褲的贊助 哈哈 我想回去檢查一下 我的S還是M 還要檢查 還要檢查P.L多做事給你 你原來越小了 哈哈 回去檢查清楚 那今天非常多謝你們兩個 希望你們在時裝界都繼續努力 以及在YouTube界都繼續好 多謝你們 大家最重要的就是 記得 Like、Comment、Share 和Smithie Show 這個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Bye Bye